OK,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电商中使用最多的这种立体字 它是怎么做的 其实它就是使用我们这个挤压命令来进行制作立体字 在我们的AI中进行绘制好这个路径以后 可以导到我们这个CCD中进来进行一个挤压 那我们还可以通过CCD的话 这里面有一个文本来进行打出这些文字来 这里面敲的文字就是比较普通 我们选择文本 然后这时候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就比较普通一些 我们这里可以输入文本 一般的话大家在输入文本的时候不要这样框 我们这里一定要按删除 然后再来输入 比如说我们可以输入周年社会 然后这里不要点回车 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画面中点一下回车 点一下这个鼠标 在画面中点一下鼠标以后 它字就会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如果有团案 它要做一些垂直的文字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在周和年之间敲个回车 在年和特之间敲个回车 然后这样的话点空白 它就变成一个直排文字 那这种一般我们用的并不是很多 然后它这里面也没有说提供 很好的这种直排文字的这样的命令 你这里调好用力 点这个地方的空白地方 才能被显示出来 那我们下方是字体 那我们选择一个字体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用的微软亚黑字体 然后选微软亚黑字体 我们可以选择加粗的 一般我们在C4D中用的字体 如果你要做立体最好用粗一点的文字 效果会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只是一根路径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怎么给它进行添加挤压这个效果呢 选择我们的挤压 把我们的文字丢进去 现在的话呢 立体感就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B条参数 挤压的B条参数 第一个是对象中的移动的 这一部分呢 就是它的厚度 它现在的话呢 是向这个Z轴立体的 那是对的 没有错 默认是20厘米 我们可以调高一点 按住它往上调 可以调出立体质的这个厚度来 好 那我们除了给它添加这个厚度以外 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个东西 叫做圆角 这也是一个B条的参数 就是这个圆角 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是不是顶端 可以先选一下无 没有错 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圆角封顶 这个时候呢 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们调节半径的时候 这个字会变胖 变胖 那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约束打开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调节这个半径的大小 给它调小一点点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把我们的不符调到9 好 点一下我们 在这里你可以不点回车 点一下下面这个选项 它就会出效果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 画面中有一些地方就是出问题了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出问题 那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面进行了一个穿插 也就是我们的圆角太大了 你可以把圆角调小一点点 再调小 甚至可以调0.5 0.几 会发现它就不会有这个破面的这种现象 但是这里的话呢 会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你调小以后 圆角都变得很小了 效果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有些时候的话你又想圆角大一点 又想它不会有这种破面效果 应该怎么去制作呢 或者说这种破面效果应该怎么去避免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首先的话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调到3的时候 会发现这里是破面了 怎么去控制它 让它不破面呢 破面的原因很简单 那它就是因为这里的圆角太大 挤在一起导致的 那我们把挤压关闭掉 看一下文本会发现 这个地方有一个角 这个地方有个角 那也就是说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它太近了 所以导致了它们之间会这样的破面 包括这边的话 这个两个也是太近了 这两个点之间 那我们如果要避免这个地方破面的方式 就是打开它以后呢 可以将这个文本 我们可以把它的点调一下 那现在是调不了的 因为它是文本 对象没有转取 我们要选的文本按C 就是这个转换为可编辑对象 按C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可以编辑它的点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挤压隐藏 你看这个点 我们就可以选择它 去进行一个编辑 这样这两个点都同时往这边移动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开启 会发现它就不会破面了 如果刚才的话是比较 你看它比较近 它就破面 如果拉开一点点 它就不会破面了 这就是这里的一个解决方式 解决方法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先隐藏几 会发现这两个这些可以调的 但是你如果将这两个点往这边调的话 这个点的话 你可以稍微调下来一点点 都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不要往这个Z走这个方向调 这样调的话 这个路径就是错的 应该要朝下或者向这个左右 这个X轴或者是Y轴去调节它 这样才是没有问题 不要往这个Z轴去调节 这个时候的话它就正常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点的话 在这里这个状态下 也有些时候也能选到它的 你可以在这里加选它 看到键就可以选得到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可以隐藏这个挤压去选 会比较准一点 你看这个地方如果穿插以后 你看这里也会破面 这个地方一旦正常了 这边就也正常了 但是画面中 都正常了吗 这个连这个地方也出错了 圆角大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就挤在一起了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解决 怎么解决 这个地方的话 是这两个点挨得太近了 我们可以将这个点和这三个点 可以往下拉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就正常了 你可以往下拉 往上你看一下 挤在一起 它就会破面 往下拉 就可以了 稍微调一下 我们这个字 就可以说是有救了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字就不会破面 这就是文字挤压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然后我们挤压以后 封顶 正面封顶是给的 我们可以给这个叫什么呢 末端封顶 也给它一个圆角封顶 也给它一个九和我们的三 跟上面一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字的立体字这个效果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好了 然后有的时候的话 你想把这个凸起改成这个半圆 也是可以的 它这个效果也不错 对于文字来说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对于其他对象来说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我们的半圆 建议大家使用我们的凸起 这样的话 其他元素可以使用凸起 现在文字有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 半圆这个效果 看情况使用 好 那我们来对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挤压 来做一个小结 挤压这一部分的知识的话 它其实功能是比较强大 它可以对很多造型进行一个建模 挤压可以对一些开放和闭合的样条 进行起作用 一般会使用闭合的样条比较多 因为它才能成为一个立体的造型 如果你使用一个开放的样条 它会变成一个面片 没有立体 然后调节挤压的厚度 可以通过移动中的XYZ这几个轴进行控制 一般的话 我们就只控制一个轴 就是只控制一个轴的属性 其他轴轴归零就可以了 然后开启挤压属性中的层级 可以同时对多条样条进行挤压操作 这个要注意 就是我们开启挤压属性中的层级以后 如果里面有多条样条 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挤压的作用和挤压的效果 如果你没有开启成绩是不行的 然后但是呢 你如果多条样条使用一个挤压 那它们的厚度它们是一致的 它不能单独控制不同厚度 所以一般我们是一个挤压控制一条样条 尽可能给每个添加挤压的对象 都添加圆角和开启约束 控制圆角的这个半径不要太大 太大以后它会破面的 就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破面的最重要一个点就是 圆角的半径太大 它就会破面 那这也的话呢 也是大家的话呢 需要注意的 感谢观看